好 我们继续来看请求历史 那请求历史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是这样的 比如说用户填了一张表 比如说是注册 对吧 用户注册完了之后 里边的内容出现错误 怎么我们传上服务器之后 我们检查表达验证之后 它的表达没通过 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把它返回到之前填表的那张页面 让它再填 让它修改错误的信息 那事情往往是 你把它打回去之后 那一页其实是等于刷新了 刷新了之后 用户填过的所有信息 全部清空了 用户又要重新再填 就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能帮他 把之前提交过的信息 给他填进去 这个用户体验就会好很多 对吧 那这个要怎么做到呢 服务器要怎么知道 就是谁是谁 他怎么知道谁是谁 事实上这个地方 其实是引用了一个绘画的概念 这个我们后头都会讲到 因为我们这个Flash 这里的数据组 它是存在绘画中的 所以只要我们用这个Flash方法的话 它会把这个数据存到绘画中 然后在下一次的请求中 在绘画中直接调用 它主要是有这样一个好处 好 请求历史 我们来看Flash 第一个方法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URL是这样 还是上街坑的URL 是吧 就一共是四个键 是吧 四个键 对应四个值 那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 打印度 看一下 request 我称 反回request 是吧 我们试一下 它反回的是这个 对吧 我们现在不要这个 我们说 Flash Flash 是吧 Flash 刷新 好 它现在已经把数据存到30 是吧 大家虽然没有看到任何情况 那这个要怎么掉出来呢 其实我们可以另做一个 Broad 是吧 Broad 我们比如说 Anny 也用Anny吧 比如说这个叫TaskR 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Old 是吧 Old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它就是用了 获取你之前 你需要 重用的那组数据的 一个方法 是吧 调取之前 你已经存到30里的那个方法 是吧 好 这里我们可以返回 返回 request request 怎么呢 Old 那 你里面不传任何参数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所有的数据 是吧 那我们 这样已经Flash了 是吧 那我们再 再新建一些 把它叫TaskR 刷新 好 我们发现 它在新的一页出来了 这个如果不用Cookie或者说Session的话 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网页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State 是吧 它服务器并不知道你进行了哪一步 服务器也并不知道你每个请求谁是谁 但是通过了通过Session和Cookie 它就知道了 对吧 可以记录一些State 那好 这个数据就被存到30里了 你在这一页刷新 存的数据 在这一页可以用 大家放心 对吧 有这样一个好处 再一个 这个Flash 它还有其他的两个派生的方法 一个叫FlashOnly 和我们上节课学的那个很像 FlashOnly 那它的意思是只存某些数据 比如说只存Name 我只要Name 那你刷新一下 在这一页刷新 你会发现 它只存了Name 是吧 一样的 那个 一样的 Except Except 一样 除了Name 其他的全都存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应该返回三个值 是吧 它果然是三个值 但是就是没有Name 是吧 它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